郭文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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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物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還是心意上的當時 那個送禮者最重要的那個 他希望可以留下他的心 所以很多人以前 以前送花的人 都會覺得說花很奢侈 就是我一直覺得 送禮自己心意上 可以負擔的金額 然後讓禮物成為 你在生活中裡面重要的情趣 所以我就覺得 並不是物品本身要永恆 或者是每一次送禮的那個心意 都要一直在 每一次都想要分享 就是說現在流行什麼 其實我不太在意 我永遠在意的是 我自己心裡的那個心意 是不是對方可以感受 所以我常常出其不意會做很多 我覺得我們在禮物上面 在花上面表達的樣貌 我覺得都很不一樣 我最喜歡的花就是因為 它每一個花都有自己的性格 然後它可以讓我們看見單純的大自然 就有著那個令人著迷的樣貌 當我看到台北市的木棉花開的時候 我大致上就知道這個時候的氣候 那我看到路邊的行道樹紫薇開花的時候 我也知道炎炎夏日就是現在眼前這個花開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花開本來就跟我生活上是有息息相關 所以從以前我就一直最著迷的是 我不會想著我想喜歡什麼花 而去讓家裡面一直維持同樣的花種 而是我很輕易的可以隨著花開 讓我的家裡面有著不同的花的樣子 我們好多次的婚禮的設計都有遇過 我主動可以推薦新人 我說五月份你的婚禮在五月份 在五月的時候是牡丹跟韶藥盛開的季節 所以我說如果我們就用全部的燒藥花 作為這個婚禮最重要的花會 我說可以提醒你老公 每一年在燒藥花盛開的時候 他都會記得結婚今天日到了 我覺得生活不是環境跟空間 生活是你的體驗還有記憶 所以我覺得它只要能夠進到你的記憶裡 其實也就是進到生活裡面